大马中医 为什么叫大马中医呢? 主要就是说 以大马人的中医为这个中心 大马中医是一个传承和发扬 传统中医的机构 我们成立大马中医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推广提升马来西亚本土的传统中医的发展 传统中医传入马来西亚 应该说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 那么在民间一向 尤其是华人对传统中医的信任 还是比较好的 基础还是比较好的 虽然现在时代变迁 那么很多中医都已经被西化 但不是说西化就不好 当然西化呢 同时也把很多传统中医的好东西都给丢掉了 那么呢 有很多 其实有很多传统中医有很多的经验 很多很好的技术 对于现代的很多的蓝制的毛病 有很好的效果 对于一般的调理 养生也有很好的经验 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推动不发扬的 那么我们有养生文化中心 主要是呢 让这个大众来做调养 调理养生治疗 那么还有这个大马中医培训中心 让有兴趣了解中医的 学习中医的 对中医的常识 有兴趣的也可以来这里学习 让一些中医师呢 想要得到提升进修的 也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平台 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还有这个大马中医学习会 我们这个学习会呢 也是这个 让中医和有兴趣的朋友呢 来联移 共同继承 发扬传统中医的一个学会 那么 除了这个 还有我们的这个 这里有 妙法中医 药膳房 那么这个呢 也提供了很多这个 传统传统的一些中药 那传统的中药配方 密方 对于某一些疾病呢 比如说文症 比如说一些痛症 痛症 这类的毛病呢 我们都有比较好的 比较好疗效的 那些药物 这个平台 是给所有马来西亚的中医师 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这里 作为一个学习 提升 和发挥 这样的一个平台 当然 也是给我们马来西亚 普罗大众 对中医有兴趣的 中医爱好者 可以来这里 学习 或者来这里 调理 来这个地方 去认识 感受传统中医的疗效 魅力